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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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次呢 我们搭的是七八七 本来想说 哇 搭到七八七 荧幕很大 要来大看电影 结果因为上机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 紧整拿出来一放上去 马上睡着 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七八七的座椅比较薄的关系 我跟Lucy都觉得超难做 位置超级的 可能她把空间都牺牲给前面的黄喜桂冠仓了吧 这次的网卡一样是用日本的戴旧布网卡 我每次去日本韩国都用他们家的网卡是真的蛮好用的 近期要去日本一定要记得从线上先全部申报好你的入境卡 简易表还有海关的通知 全部都采用QR Code设定之后呢 入境超级的快速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幸运的入境时间大约只花了20分钟而已 因为我们这一次要去月后汤泽滑雪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搭乘京城电车的Skyliner 直接抵达京城上野站 从成天机场到京城上野站呢 大约是40分钟左右 可以记得用Klook购买 跳价会比较划算 现场买马上就可以换票喔 抵达京城上野站之后呢 因为要等我们的旅伴贝哥来集合 所以我们就干脆走到旁边的叙叙院来吃吃烧肉 真的是太好吃了啦 好甜喔 吃饱了烧肉还去阿美恒丁晃了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走进上野车站 前往月后汤泽要搭乘的是上月星干线 可以从上野车站内进入 直接前往指定席区域买票 记得要买有话位置的票呦 从上野站抵达月后汤泽的时间 依照不同的车次大约是70到90分钟 因为上野车站非常的大 进入JR上野站之后呢 还要另外转程才会抵达新干线的车站 所以如果没有多抓一点时间的话呢 在转程的时候会非常的累 你得拖着行李到处跑 还有还有 出入站的时候票卡一定要拿好 因为会两段式进站 如果你的票卡忘记了 只能去旁边的服务台请他帮忙啰 贝哥刚刚说他是计划通 因为行李通常都会在后面 所以他就选靠后面的位置 所以旁边就是放行的地方 意思说 我们到月后躺着了 我们要先去找到车把行李先放一放 然后先回民宿 哈啰哈啰 我们住的地方离这里远吗 稍微 大概十分钟的车程 好近喔 这雪踩也太近了吧 真的耶 我们的房间超可爱 很日式耶 塔塔米还有一个 多爱梦必处 然后我们现在想要把行李整理 弄一弄 等下去吃晚餐 鱼翅饭了 整理好行李 我们把布丁 我们把布丁 外面 外面好冷喔 外面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大家不然夜在这边玩这个 哈哈 这一边很爱心 哎呦 真是雪人耶 哎呦 好可爱耶 好可爱的 好可爱的 啊!他没有涂 欸小恐龙好可爱喔 喔 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好极可爱 哇 好可爱喔 好Q喔 恐龙真的是无敌可爱 你看這是怎麼回事 整片山的恐龍樹冰 還有我們的企鵝 這裡真的好壯觀喔 買了一堆下酒菜 我們要回去洗個澡泡個湯 來喝個清酒 在民宿外面走路大概兩三分钟 有一個全家 還不錯 我們晚上在交宜廳喝酒 喝酒喝酒 哇 下酒菜太高級了吧 太久了啦 老闆做這個下酒菜啦 我們剛剛在超市買的這個很好喝 而且它是有氣泡感跟酒精感的 它不是甜甜的那種 這裡的那個環境很棒耶 我們很想要把這邊打造成台灣好雪村耶 我在台灣是做冷凍水餃的 所以我就希望說來這邊可以 然後我們都變冷凍水餃 沒有沒有 希望來這邊 大家餓的時候隨時都有東西可以吃 我們一開始是 沒有上任何阿公打一個B&B 來了就會很好的朋友 又飛來第二次 這也適合酒客跟賭客 背包 不是很頭條 不是很頭條 這樣子 這是背紙的 完成了 完成 喔是這樣嗎 快速地來跟你們介紹一下我們這幾天住的民室 我們這幾天住的民室 然後它叫虛樂虛樂 我覺得這裡真的超級人棒 進來之後這邊是鞋櫃區 所有鞋子都可以先放在這裡 然後裡面都有室內托 然後旁邊這個櫃子呢 滑雪的時候的裝備都會放在這裡 然後如果退房之後 你也可以把行李都放在這邊 這邊一進來就會看到虛樂虛樂的logo 我覺得這個地方營造的就真的很像人家湯澤的家 這裡是大家最喜歡的區域 晚上的時候還會開著暖爐 所有人滑雪回來很累啊 然後就很喜歡看我的這個牆壁 我一圈在這邊聊天 然後我們的教練們也會在這裡聊天 然後旁邊這邊是交易廳 這個交易廳裡面就是我們吃早餐或晚餐的地方 它有個大的廚房 然後這一面的view超美的 都是圓圓的雪場 所以在這邊吃早餐和晚餐休息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超幸福 它這裡很棒的是它有三個交易廳 就算你是一個人來 或是帶著朋友來 大家都很容易在這邊可以認識新朋友 如果我們有時候零食買太多 然後晚上吃不完就會一起放在這裡 然後大家就可以一起吃 然後這裡還有水 然後熱茶、咖啡 然後吃早餐、午餐的時候就會有飯啊 洗飯還有關東煮 然後烤香薯絲 然後這是老闆特別找的熱食雞 它真的超可愛的 很有復古的感覺 然後它的廚房也是開放式的 然後因為老闆自己非常會料理 他的家人或他朋友也很會料理 所以很多時候晚上吃一吃 他們就突然間進去便下酒菜給我們 然後這裡有很多的清酒 虛囉虛囉 清酒博物館 根本就不用出去 這裡就可以喝到全部的清酒了 這邊還有 到這裡 要喝什麼有什麼 要喝啤酒有啤酒 這個暖爐我也很喜歡 它超復古 然後晚上很冷的時候 真的是會燒柴 這裡面就會超級的暖 走過來這邊呢 因為他們環保的關係 所以是不提供毛巾的 你就可以自己帶 它樓下有可以泡湯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帶個大毛巾來 洗澡會很方便 然後可以帶一個防水的大袋子 就可以裝你的衣服 然後毛巾去洗澡 然後也可以裝著你的換洗衣服 去樓下洗衣服 然後這裡就有刮鬍刀 壓刷這些 然後就自己把前頭進去就好 這邊有兩間合適的交儀廳 因為這間有人在睡覺 我就打開 它這個交儀廳好可愛 有時候晚上如果你比較害羞 不想要在外面那間交儀廳 你就可以自己在這裡休息 然後它是相通的 所以是可以打開的 這個外面也很漂亮 看到一片雪景 真的很漂亮 在這裡很有溫泉飯店的感覺 而且這裡所有的日式風格 都是老闆他們全部重新翻新的 它就是要保留這種很日本傳統的感覺 所以我們來住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好像來住什麼歐式 新的飯店 這裡就很日式 但走出來呢 這邊有廁所 然後我們去樓下看看 往下走這是地下一樓 那其實它的地下一樓應該是一樓 日本很多地方會下雪積雪 所以他們的一樓呢 跟地下一樓會做一個間隔 變成是地下一樓 如果假設雪真的積得很厚的話呢 它就可能就不會打開了 所以就會從一樓的地方走 下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個 有一個泡湯的地方 那這邊的湯就是熱水 它不是溫泉 可是它就是有一個很可愛的日式造景的池 然後有洗澡的地方 就是公共的 大概是可以兩到三個人一起用一間 避開尖峰時刻 你就可以自己享有一間泡湯 然後洗澡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在這裡洗澡蠻舒服 因為水很熱 然後你滑雪完以後 真的需要泡很熱的水 舒緩一下疲勞 米湯有一面鏡子 然後這裡有個洗手台 可以卸妝 整理一下 然後這邊呢 有制污櫃 垃圾桶 還有非常好用的Dyson吹風機 吹頭髮收特別的快 而且這邊呢 非常的舒服 然後有一台暖氣 出來也不怕冷 那要面質有面質 要棉花棒有棉花棒 然後這邊就是漂湯的地方 這邊的超級漂亮 這裡是洗澡的 那如果你很害羞的話 這裡有個人的浴室 然後也是可以泡湯的 然後旁邊這裡呢 有洗衣機跟烘衣機 都是提供給幫客的 然後再走過來呢 乾燥室 有滑雪的人都知道 有乾燥室非常的重要 滑雪回來的衣服 如果拿回房間 有時候會濕濕的 然後你又需要通風 所以這裡呢 就有設計一個乾燥室 而且它的乾燥室 是直接連通外面的 從外面直接進來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板子 都放在這邊 這邊就是放板子的地方 然後你有一些想要烘乾的 像那種防摔熊熊 或是你的Goggle 你的微薄 就可以都放在這裡 或是就可以拿進來 把你的雪衣都直接 一件一件曬好 然後襪子啊 鞋子啊 護具 全部都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它就會幫你烘乾 所以隔天要出門的時候 你就來這裡穿你的雪衣 然後拿你的板子 他們接送就直接送你去雪場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有把衣服都 現在整理好戴好的話呢 你可以就在這裡換一換衣服 然後就直接去洗澡 然後直接去洗衣服 就可以上樓休息了 走上來二樓之後呢 這邊就都是客房的空間 我覺得它為了讓你更有放鬆的感覺 這一層的燈光會比較暗一點點 每一間都是合適的榻榻米 但很貼心的地方呢 是它每一層樓都有洗手台跟廁所 儘管它三層樓沒有電梯 你也不會想說上廁所要跑來跑去很麻煩 然後因為房客也比較多 那它有好幾個洗手台可以用 所以也不太會有排隊要用洗手台啊 然後洗手台不夠的問題 在二樓這裡呢 也有一個交椅廳 小客廳的感覺 有一台冰箱 所以如果你有買一些要冰的優弱乳 或是牛奶酒 就可以冰在這邊 一樣會有熱水壺跟水可以喝 所以你也不會想說要喝水的時候又要跑下樓 其實都超方便 然後它現在有很多櫃子 所以它其實收納都是很足夠 去房間前先看一下廁所好了 它每一層樓的廁所都長差不多 就是這樣 然後裡面都是免治馬桶 所以很好用超級舒服 它的打掃非常的輕 所以我每一天入住的時候都覺得超級乾淨 我自己超喜歡這種榻榻米的房間 這個外面就是岩圓雪場 房間裡面呢都有這個 Q到爆炸的一個復古暖爐 每一間房間都有 然後這個暖爐非常的暖 所以晚上完全不用擔心會太冷 同時也有提供你加濕器 開暖爐的時候記得一定要加加濕器 不然真的太乾了 行李這樣放在外面都沒有問題 也給你一個曬衣服的地方 所以你的外套都可以掛起來 它的床呢也非常的好睡 房間的收納我自己也覺得 真的是超級足超好用 因為我們在這裡花三天雪住五天 每天入住的時候都覺得好舒服 就真的是很像自己的家一樣 這邊就是放我們所有的衣服啊 出門準備的東西啊 就一個一個都放好 這個壁廚呢 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行李箱 還有一些滑雪的東西 藏進去裡面 然後還要記得 有滑雪的時候一定要帶滾桶 覺得很好用 泡完湯以後 身體熱的時候趕快回來滾桶 隔天就不會這麼痠痛 房間就是這樣 真的是很好睡又很舒服 景又很好 每天要這樣看著外面的風景又好開心喔 我們的恐龍 都在欸 啊開始融雪了 上面這裡有冰柱欸 冰柱也太可愛了吧 好像卡通喔 我們要去採草莓了 然後它這裡有四個草莓園 它是價高的草莓 一個人的入場費是200塊 採完草莓再秤重草莓的價錢 算起來是超級划算 就要找那種整顆都超級超級紅 就會很甜 而且因為它怕草莓有污染 然後它就都會帶手套 這裡也有可以邊採邊吃的方案 我們想說可以多採一些回去民宿放 好棒 每一顆都跟寶石一樣 超爆香 沙發亮耶 好閃耀喔 阿栗爸爸 為什麼要看 還行吧 還不差吧 我們來看看你們的近況 它的都好大顆喔 這一桢 他這都好大顆喔 好紅喔 太沉了 對對對 都那麼大顆 對啊 嗨 買完之後還就這樣把你包起來 跟外面買的就不就一樣 超級漂亮的 然後也可以在這裡吃家戀 推薦就是吃草莓的最佳戀戀 它好吃了吧 不停的